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10月1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 美国消费者信心因生活成本高而意外下跌 副标题是,密西根大学信心指数为68.9,此前为70.1 10月初短期通胀预期上升到2.9%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消费者信心三个月以来首次出人意料的下降 原因是高生活成本带来的挥之不去的挫败感 抵消了就业市场更乐观的看法 根据今天密西根大学发布的数据 10月情绪指数的初值从9月的70.1下降至68.9 经济学家们普遍的预期中位数是71 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 消费者预计明年物价将上涨2.9% 高于9月份的预期的2.7% 也是五个月来首次上涨 同时消费者们预计 未来五年到十年的价格将上涨3% 低于上个月的3.1% 尽管过去一年通胀率有所降温 但家庭仍然受到高物价的困扰 他们也认为物价的增长速度超过未来一年的收入的成长 就你物价上涨可能比收入上的还快 这个对消费者的信心就有所挫伤 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对于评估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评估美联储可能的降息的强度 它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 尽管这个数据是一个次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 但是它仍然受到了今天华尔街舆论的高度关注 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财经头条是 美国上市公司第三季度的财报又拉开了序幕 首先登场的仍然是美国几家最大的银行 今天摩根大通的这个财报 左右了华尔街今天市场的情绪 不同的媒体从摩根大通的财报 它读出了不同的感受 你比如说彭博社的报道 他的就事论事 他报道标题是 摩根大通公布了三季度的财报 提高了关键收入的预期 副标题是 戴蒙称地缘政治的危险日益恶化 投资银行费用飙涨31% 财报超出分析师的预期 那么这个财报不管媒体怎么评论 今天摩根大通的股价大涨 也带动了整个银行板块的股价上涨 那么华尔街日报对摩根大通的财报的报道 你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论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 摩根大通表示 美国经济已经软着陆 副标题是银行报告优于预期的业绩 并调高了全年净利息收入指引 你看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他就捕捉到今天戴蒙 他在财报会上讲话的核心观点 他为美国经济形势做了盖棺定论的评价 已经软着陆了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 戴蒙是一直在警告经济会出现衰退 那么现在他宣布软着陆 LT也注意到 就今天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国际的主流财经媒体 没有人质疑戴蒙的这个定性 就很可能戴蒙这个定性 美国经济已经软着陆 可能会形成共识 他会对市场的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 他很可能对过去一年多市场议论的焦点 美国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这个问题可能就翻篇了 那么就会给市场带来新的判断逻辑 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尽管美联储最近四年来首持降息 但美国最大的银行第三季度的贷款收入 仍然继续高于预期 并上调了今年的获利的预期 高层表示消费者继续支出 大企业充满信心 这正是美联储一直希望打造的经济 首席财务官杰里米·巴纳姆 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这些结果与软着陆是一致的 这与这种金发姑娘的经济状况非常一致 你看金发姑娘定性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就既不过热又不过冷 是一种很适中的状况 你看得到了摩根达通的确认 华尔街日报继续描述 美联储最近的降息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在银行体系中发挥作用 大多数分析师预计 银行的贷款利润应该会下降 因为他们将不得不降低贷款利息 但摩根达通今天的预告令人惊讶 就美联储降息了 它贷款的利润反而比之前预期的还调高了这种预期 今天同时发布财报的另外一家美国大银行 富国银行也表达了 与摩根达通类似的观点 富国银行的CFO表示 消费者支出略有回落 低收入客户陷入困境 但整体情况仍然稳健 那么富国银行强调就目前 收入和财富水平较低的消费者压力最大 就这个群体呢 目前的消费呢 是有所回落 但其他的阶层还是在很积极的消费 积极的支出 那么今天这些大银行的财报 向市场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就美国的经济仍然处于一种非常强健的状况 所以这对于投资者们判断市场的环境和市场的形式 它会带来一种非常稳定的影响 第三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财经事件 是昨天晚上特斯拉发布了这个机器人和机器人出租车 我们分享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它报道标题是特斯拉的Roper Taxi让投资者失望 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出租车 或者是无人驾驶出租车让投资人失望 它的副标题是在娱乐圈大肆宣传的事件比财务细节更重要 之后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股价大跌 它这个副标题你能看出来它对这个事件的一种情绪 就是说很华丽的这种产品发布会 并不能够取代投资者对你财务细节的关注 你必须要提供财务细节 它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华尔街对马斯克的机器人机程车的早期反应是什么呢 答案是失望 早盘交易中特斯拉股价下跌大约8% 此前演艺界的事件较为热闹 但商业方面的事件却比投资者经过数月的累积的预期要少 股价下跌使这家电动车制造商的市值蒸发了超过500亿美元 周四晚上特斯拉在洛杉矶精心设计的产品发布会上 展示了一款名为CyberCyber的两座汽车 没有方向盘也没有踏板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乘坐无人驾驶汽车出席发布会 无人驾驶汽车在华纳兄弟工作室的一个黑暗的场地中行驶 副驾驶座上坐着这位亿万富翁企业家 这家电动车领先的公司也展示了Robert Van 就是一种一次可以最多运送20人的自动驾驶的班车 让余惠者感到惊讶 擎天处机器人也表演了与客人混在一起 马斯克谈到一种新的电池充电技术的计划 该技术将使用感应的方法 汽车只需要使过充电电 即可充电 继今年的策略转向机器人和自动驾驶之后 马斯克将这项活动称为特斯拉自2017年 推出Model 3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活动 由于视察这一预期事件 股价上涨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分析师汤姆 拉拉扬评论说 我们在活动中采访投资者认为 该活动没有真实的数据 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这些通常应该出现在特斯拉的活动中 这似乎成了展示特斯拉的愿景和品牌的营销了 在大约半个小时的演讲中 马斯克描绘了一幅绿色阳光明媚的未来图景 其中自动驾驶汽车消除了停车场和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 少数的具体细节包括 特斯拉的无人驾驶汽车将于2026年投入生产 售价不到3万美元 这一成本使其成为其产品线中最便宜的车 那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特斯拉必须应对两项艰巨的技术挑战 那就是降低电动车的生产成本 并使电动车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自动驾驶达到能够满足厌恶风险的监管机构的安全水平 马斯克并没有向参加机器人计程车活动的客人 提供这两方面取得进展的证据 LTA昨天也看了那个活动的一些直播 还是很令人振奋的 但是作为华尔街 作为投资者来讲 他就非常刻薄 你必须得说清楚 你这么美好的蓝图怎么来实现 那么你实现你这个蓝图 你有什么具体的时间节点 那么马斯克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具体的回应 所以今天市场投资者就投出了不信任票 那么看看马斯克有没这个能力 去兑现实现他的这些承诺来教训投资者 这个是需要时间 但从目前来讲 投资者他就选择不信任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有关美国大选选情的最新的信息 昨天我们分享了经济学人 有关今年美国众议院改选的 他们的调查分析报告 那么从经济学人分析的结果来看 他们认为今年11月 美国民主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 要大过共和党 或者他们认为民主党会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 那么昨天也预告 今天我们会分享经济学人 他怎么来判断或者预测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那么今天经济学人 他也按照他的预告 他发布了对参议院选情的调查分析报告 他报道标题是 民主党将努力保住参议院的席位 你看从这个标题 他并没有说谁能够赢得参议院的选举 但是他指出来 民主党可能保不住你参议院目前现有的席位 就现有参议院的这个格局是民主党是威胜的 那么在11月份的这个选举当中会是什么结果呢 那么根据经济学人他们的这一套调查研究方法 他的结论是共和党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赢得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也就是说共和党有66%的希望 民主党呢 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会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那么这个与昨天的众议院的那个比例啊 差不多 所以他的结论呢 就是共和党可能会控制这个参议院 在11月份大选以后 那么他的研究方法呢 也是与昨天分享的这个 他们研究众议院选举结果的研究方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再重复那段所谓的方法论 他报道中对参议院的选情做了这么两段描述 我们的模型每天都会更新 并将全美和特定的种族的民意调查 与投票历史等基本数据结合起来 以预测每次参议院竞选的可能结果 为了计算出总体的几率 我们对选举 为了计算出总体的几率 我们对选举进行了101次模拟 我们假设所有独立人士 包括内布拉斯州的丹奥斯本 都会投票支持 民主党作为多数党领袖 如果出现50比50的平局 则由副总统打破平局 根据我们的总统模型 上述概率会反映沃尔斯或者是万斯 担任该职务的可能性 那么哪些州值得关注呢 在参议院的竞选当中 经济学人是这样描述的 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将进行选举 你看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就100个参议员有三分之一要进行选举 其中呢23个是由民主党或支持独立人士持有 那么共和党重新选举的参议员呢只有11个 所以你看民主党需要重新选举的席位啊 使共和党需要重新选举的席位一倍多 所以这个本身来讲民主党是有点吃亏的 如果民主党想保住多数席位 他们不仅要保住摇摆州 还需要保住俄亥俄州和蒙大拉州等红州的席位 独立人士丹奥斯本可能会在内部拉斯州取得一场令人意外的胜利 28个民主党席位和38个共和党席位没有参与选举 我们假设所有的独立人士 包括内部拉斯州的丹奥斯本都会投票支持民主党作为多数党领袖 所以即便这种情况下 经济学人认为呢 共和党会赢得参议院的选举 那么明天我们会分享川普与哈里斯的竞争的状态 有很多网友关注美国的大选 关注大选的民调 LT建议呢 大家关注美国大选的一些报道 或者是一些民调 你首先要了解发布者的他的倾向 然后呢 再做适当的修正 或者是误差的修正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今天经济学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报道 他报道的标题是 以色列攻击伊朗有四种选择 副标题是 他的政治家和一些将军都热衷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就以色列发誓要报复伊朗 那么以色列呢 也受到美国的一些制约 那么经济学人他就来分析 以色列可能会怎么样去报复伊朗 他会怎么打 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因为一旦打起来 不同的打法 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和国际资本市场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大打大影响 小打小影响 经济学人开头这段描述很有意思 他说在过去至少有两次 也就在2010年2011年 内塔利亚胡都发誓要攻击伊朗 但是那两次为什么伊朗没有被袭击 或者以色列人的放了空炮 就信誓单的说要打 最后为什么没打成 就经济学人的首先他要提示你这个风险 就以色列人也可能挑票的 那么那两次内塔利亚胡一本正经的向全世界宣布要袭击以色列 为什么没弄成呢 是因为当时军方拒绝执行命令 军方为什么拒绝执行总理的这个命令呢 军方的理由就是说你程序不合法 因为这种战争的命令只能有内阁集体授权 就总理个人无权下令开战 内塔利亚胡当时并没有得到内阁的这个集体授权 他就下令要攻击 所以军队他就拒绝执行 不光2010年拒绝 2011年也拒绝 所以经济学人的就开始就介绍了这么一个历史 就是他是有跳票的可能性的 那么接下来他就描述 目前以色列究竟会不会打 或者内塔利亚胡有没有那个权力下令 经济学人这样描述的 今天以色列再次处于袭击伊朗的边缘 这一次内塔利亚胡先生将毫无疑问的获得内阁的批准 甚至是内阁的热情比内塔利亚胡还要高 他这个你看他就解除了这个大家的疑问 就这一次会不会打 军方会不会再次拒绝执行命令 那么这次不会了 因为他也开了内阁会议 内阁的不仅支持 而且呢 这种狂热比内塔利亚胡还要狂热 以色列的武装部队领导人也不像以前那样反对此次行动 这一次以色列相信情势对自己有利 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伊朗10月1日向以色列发射的181枚弹道导弹 让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反击 采取何种形式的报复 可能会对中东和其他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 那么经济学人呢 给以色列人指明方向 他说你啊 你怎么考虑 你都逃不过或者跳不出这四种可能 就是他这种报复啊 只有四条路可以走 那么第一条报复的方式呢 是内塔利亚胡先生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轰炸伊朗的龙缩油 和为其原子计划进行的研究的地点 他们分散在伊朗全国各地 地下深处戒备生炎的地点 要造成重大的破坏 需要从距离以色列至少1200公里派出数十架飞机 发射大量的破坏地堡的导弹 就是专地导弹 尽管以色列空军在该地区最强大 但他可能很难将伊朗的这个核计划推迟几个月以上 就你这种炸很难完全摧毁 就他是第一种打法 这种打法呢 是内塔利亚胡最想干的 当然也是美国极力阻止的 那么第二种袭击方式呢 经济学生呢 给以色列指明方向说 更容易受到攻击的战略目标 是伊朗的主要港口 特别是为伊朗提供大部分外汇收入的石油码头 到这个容易打 以色列的战略专家们认为 摧毁他们将对伊朗本以摇摇一跪的经济 造成严重的打击 他们希望这可能会在伊朗内部引发进一步的暴动 有人幻想这甚至可能导致政权的垮台 这个呢是属于能切无比最高的一种袭击方式 当然这种也受到美国的压力 美国也不希望来攻击战略石油设施 因为这会让全球的油价暴涨 又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 当然决定权还在以色列 以色列要这么干 那也没办法 特别是内塔尼阿夫说 目前攻击伊朗是历史性的机会 那么第三种方式 袭击伊朗的呢 经济学人指明方向这样描述的 他说第三种方式 是直接针对伊朗的领导人 斩首行动 就像以色列 袭击伊朗的代理人和盟友 尼巴伦真主党和加沙哈马斯的领导人一样 但这很棘手 因为如果以色列袭击迫在眉睫 伊朗最高层人物 几乎肯定会撤退到秘密的受保护地点 而且此类攻击影响始终是不确定 谁将取代年迈的哈梅内衣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伊朗广泛的讨论的议题 那么第三种呢 经济学人指明这个方向呢 他就担心了这个打不着 那么第四个 报复伊朗的方法 经济学人指明方向 以色列最明显的军事反应 是对伊朗的导弹基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打击 因为10月1号 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军事基地 所以你这个最容易做出决定的 也去打他的导弹基地 经济学人指出 可以说这种选择 最不可能引发伊朗的另一次导弹歧视 就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最安全的 你爆发了之后 伊朗呢 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因为你攻击 先攻击人家军事基地 但是经济学人他认为 但是内塔尼亚胡先生认为 以色列拥有重塑该地区的历史性的机会 这次他的一些将军 尽管不是全部 但是部分将军同意了 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判断 他们认为 以色列经受住了伊朗的导弹的 两次大规模的骑射 几乎没有人员伤亡和严重损害 这证明了以色列可以承受伊朗的任何攻击 那么这段描述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内塔尼亚胡觉得再怎么去突破所谓美国的这个花的红线 或者再怎么去打击伊朗 伊朗他的报复能力很低 我不怕他报复 我不怕把事儿闹大 所以尽管经济学人呢 给以色列子民方向四条路 认为最可行的就是第四条 攻击伊朗的军事基地 那么伊朗也有这个事养准备 但是内塔尼亚胡他希望呢 做的更多 特别是他希望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那么看看 以色列人听不听经济学人的制造 未来的一周啊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 有关中国政府的这个刺激政策 和疯狂的中国股市 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那么对于中国目前 经济政策的巨变和市场的 这样一种剧烈反应 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啊 很难给网友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可能更多的网友会选择 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会选择翻墙 了解这些国际主流财经媒体 提供的一些信息 LT争取呢 把各方面立场的信息 当然是国际最权威的 财经媒体 他们的正式的新闻报道啊 来做我们分享内容的标题 希望能够听到各种立场的声音 第一个呢 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今天的报道 它的标题呢 是中国密集刺激措施 吸引购房者谨慎回归 就这个报道非常重要 就我们分析分析啊 判断就习主席的这一次的政策海啸 或者刺激政策有没有效果 那么最容易关注的 最容易观察到的还是中国的房市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经济危机 就是房地产危机 就房地产危机 怎么解决方法是一回事 就能不能够达到政策的制定者 就习主席政治局会议上 26号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 要止跌 房地产市场要止跌 那么他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能不能止跌 这个还是很容易判断的 所以通过判断房地产的 对政策的反应 我们可以检视 习主席这一次的刺激措施 有没有效 华尔街日报是这么报道的 尽管在过去的国庆假期 中国最大的一些城市的看房量 以及销量均增长 但与潜在的购房者交流表明 许多原本很想购房的买家 现在仍然犹豫不决 你看他这个一开图 他就描述 就目前还看不出来 市场对习主席的刺激政策 有积极的回应 因为国庆期间一些大城市 那些表现缺乏代表性 他是这样来描述 政策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上个月末 当局降低了购房者最低首付 和抵押贷款利率 放宽了中国大城市的购房限制 并向银行注入流动性 以帮助他们发放更多的贷款 新措施影响 可以从高频数据看出 这些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期间 新建和二手房市场出现复苏的迹象 国庆假期传统上是购房的黄金时期 专注于房地产的私人研究公司 中国指数研究院编制的数据显示 假期前六天 中国25个城市平均新房销售面积年增23% 在长假开始前几个小时 北京政府降低了最低首付要求 并提高了有两个和更多孩子家庭 可以申请更便宜的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的金额 这些政策引发了首都购房活动急增 根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一线城市之外 中国中部湖北省 中国西南部的重庆等地新房销售量 也飙升了40% 尽管数字强劲 但许多家庭仍然缺乏完全放松钱包的信心 华尔街日报在北京房产展厅 采访潜在的购房者 也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尽管房地产市场普遍低迷 8月新房和现房价格年比下跌5.7%和8.6% 长假期间 与丈夫一起参观北京西南部房产展示厅的张信购房者表示 最低首付和利率确实比以前低了 但房价还是太高 这位张女士对华尔街日报称 我们现在不急于购买 毕竟这会耗尽我们两家的急需 我希望政府最终能够引导房价进一步下降 你看张女士这个说法与习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法就完全相反 习主席要求是房地产市场要止跌 就不能再跌了 你看这个买房的人希望再跌一跌 所以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对刺激政策 他们是出于非常谨慎的态度的 或者他们没有去呼应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的房市转暖 他们不接受这样一个官方的这样一种评价 这是一个信息值得大家了解 第二个信息是今天彭博社对中国股市过去一周 他进行了个小型回顾 因为在这种政策海啸下 在国庆长假之后第一周中国股市的表现 彭博社是这样来回顾性报道的 标题是财政部通报之前 中国股市创下了7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你看这个他就体现中国的股市 这个还是玩的就是心跳 国庆前一周可能是最近16年以来最好的一周 那么国庆以后就变成7月以来最糟糕的一周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基准互生300指数 本周跌幅达3.3% 创7月以来最大跌幅 中国股市本周大幅度波动 交易员消化了一系列低迷的假期支出的数据 评估了国家发改委最新通报的信息 并将乐观情绪去寄托在周六的新闻发布会上 人们担心如果财政部简报中宣布的措施 未能达到市场预期 9月下旬开始的市场涨势将会进一步的回落 这个风险都聚焦到明天的财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了 报道继续描述 悉尼全球资产管理投资策略师以历史称 周五的下跌通常是因为周末避险情绪 人们因政策不确定性而保持谨慎 这个描述就非常重要 就是明知道周六有大事件发生 财政部会发布重大信息 假如市场投资者认为会带来好消息的话 他就不会去周五去抛售 那么这种抛售体现了投资者的对周六的财政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是比较谨慎的或者是有一定的担心的 新加坡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李先生表示 未来财政措施的规模性质和时间框架任不明确 北京可能更倾向于促成一个更缓慢 更持续的牛市而不是短暂的泡沫 新加坡银行你看他这个策略师呢 可能就猜想啊 习主席啊 可能想制造一个慢牛 不知道这个牛市开关在不在习主席手上 或者习主席能不能控制一个牛市的节奏 但是新加坡投资家呢 他揣测了可能习主席 不是你们想的要弄快牛要弄慢牛 这个是这篇文章的对国庆长假之后的这一周 中国市场表现的一个总体的评价 那么第三个值得大家了解的信息 也是彭博士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 随着股市下滑 中国投资人再次买进公司债 副标题是人民币垃圾债券持利率八天内首次下跌 由于投资人追逐股市的反弹 债券交早遭到抛售 报道这样描述的 随着股市两周的上涨开始失去动力 投资人再次重返中国公司债市场 两名信贷交易员称 周五上午 中国公司出售的大多数内债券的不同期限和贫瘠的收益率下降了大约十个基点 此次反弹将缓解该国垃圾在市场近两年来最糟糕的一周交易 随着投资人纷纷从固定收益产品中撤出资金并追逐股市的上涨 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面临越来越大的抛售的压力 但债券价格的下跌和流入再次的资金突然枯竭 有可能破坏政府促进经济成长的努力 彭国社根据中债指数编制的数据显示 以人民币计价的三年期AA级公司在平均殖利率本周上涨约23个基点 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 主权债券的利差升至107个基点 创一年来的最高 作为主要的股票基准 互升300指数 在连续10个交易日上涨35%后 周五下跌了2.4% 那么这个报道可能更专业一点的网友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市场的资金啊 他就像个悄悄板 股市好了资金都蜂拥股市 股市不好了 那么主力的资金呢就会到债券市场 那么彭国社他就发现 中国股市的资金开始大量的回流到债券市场 那么这就让股市就失去上涨的动能 所以这个现象值得呢 深呼在中国的网友关注 第四条信息呢 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 杰夫德格拉夫称 中国股市将飙涨50% 就现在大家都不太看好中国股市 就这论牛市可能会夭折 但是今天他就发表杰夫德格拉夫的这个观点 认为啊 中国股市还要上涨50% 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是什么理由 这位文艺复兴于宏观研究公司 这是这家研究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名称 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长杰夫德格拉夫表示 在他30多年华尔街职业生涯中 很少有如此完美的排列 长期反弹的情况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怀疑 估值 刺激 动力和趋势变化 都在那里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 这位雷曼兄弟和美林资深人士 现在成为华尔街最看好中国的人士之一 他预计未来12个月内中国基准指数将达到6000点 涨幅超过50% 但是这个德格拉夫呢 在采访的这个结尾呢 他也做了提示 他建议投资者在亚述中国时保持止损 不要教条 那么这个话呢 就是像是一种免责的声明 你们亏损了别找我 但这篇报道他通篇呢 这个德格拉夫他并没有讲他判断的逻辑 就你凭什么说中国股市要涨到6000点 就他并没有讲原因 所以这个呢 尽管华尔街日报这么报道 大家也作为一个正面的信息来了解 但是还是要存疑 或者是不能够简单的认为 他这个判断有多么的准确 但他毕竟是代表一个方面的观点 LT也注意到 华尔街这篇报道呢 反复的重申 这个老兄是前雷曼的首席 技术分析师 因为雷曼倒闭了引发了这个金融危机 所以这个也体现了华尔街日报呢 对这个分析师的一种感觉 或者是一种情绪 雷曼的首席分析师说中国的股市 还要涨50% 要突破6000点 这也许是华尔街日报 他希望做一种平衡报道的安排而已 那么第五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 相信也是网友们最关注的信息 怎么判断周六财政部将发布的大消息 彭博士报道的标题是 中国投资者预计 本周末 中国财政部将推出2830亿美元的新刺激措施 财政部长将于周六主持预期的简报会 受访的分析师预计 地方债务减免 消费提振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投资者和分析师预计 中国将部署高达2万亿 就相当于2830亿美元的新财政刺激措施 以支撑世界第二打经济体 并提振信心 彭博士调查的市场参与者中大多数表示 这就是他们希望该国财政部长 在周六备受期待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内容 大多数受访者预计 资金将以政府的债券的形式提供 除了任何财政方案的金额之外 支持的目标还将表明 在经历了多年的债务驱动的投资扩张 尤其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之后 政府希望引导经济走向何方 叫财政部你要指明方向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普尚杜特表示 刺激措施应该是多年期的 针对家庭 而不是重启房地产 拉动增长的故事 重要的刺激的重点 而不是规模 这个也是杜特教授他的一种推测 彭博社继续描述 政府表示将在周末举行新闻发布会 推出加强财政政策的措施 此时投资者正在评估当局计划 有多大程度上实施刺激措施 这些措施 述使股市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反弹 官员们还计划周一就加强企业的支持的吹风会 中国已在9月底宣布一系列降息措施 并加强房地产和股市的支持 但投资人呼吁采取财政干预措施 经济学家认为这对提振信心至关重要 中国内地的股市周三结束了连续10天的上涨后 整周仍然波动 因为官员们对一周假期后没有宣布重大刺激措施 感到失望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政府机构现在需要在发布政策之前 摸清市场的脉搏 他们应该避免让预期攀升和崩溃 从而打击市场的情绪 就这一点是这篇文章 LT认为最重要的观点 你看我们这个频道经常与网友分享 美联储不断的在与华尔街进行互动 在进行沟通 以至于每一次美联储做出决定 市场都认为是意料之中 就不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波动 就政策的制定者 政策的决策者 应该让市场投资者呢 有更多的确定性 而不是逗市场投资者玩 或者是给市场投资者惊喜 要么呢是给市场投资者带来恐怖袭击 你像节后第一场政策发布会 明知道市场投资者市场舆论 期望值很高 官方呢也不降温 甚至官方还默认像贾康那种说有十万亿的刺激政策 官方甚至还乐意看到国庆假期期间 证券公司加班 突击接受新开户的股民 所以官方明知道市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预期 人家不不给你戳破 甚至还将计就计 那么方改委的记者会议开完 市场普遍感到失望 实际上这种结果呢 作为政府作为旁观者 或者他作为游戏的导演 他是知道的 那么你不引导这种预期 所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的 就政府是故意的 那么渣打银行的这个丁爽说这段话 坦率来他是针对周六财政部长兰富安的这个记者会的 就你明知道 现在市场预期财政部长啊 会发大消息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会发什么消息 但是政府知道 习主席知道 兰富安是知道 假如习主席兰富安 明知道现在市场的预期过高 高于兰富安 周六会发布的信息 那你应该去给市场预期降温 就大家期望是不要高了 我们还是要追求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你应该做这样一种情绪引导 但是没有 你不管市场情绪多么高涨 人家官方媒体更高涨 昨天与网友分享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媒体金融时报 引述专家观点 对的 你们判断是对的 财政部会给你们打消息 有重大刺激政策 就还嫌这个火不够旺 那么一旦南方的这个记者会与市场的期望值差距特别大的时候 他又会给市场带来大跌 那么下面我们来讨论财政部这个记者会给市场带来积极的效应的几率大呢 还是消极的几率大呢 LT认为啊 包括前两天与网友分享过 LT个人感觉 大家记住这个不是彭博社的观点 别冤枉人家 这是LT自己非常浅薄的认识 LT认为财政部虚晃一枪的可能性会更大 为什么这样来理解呢 首先第一呢 你看目前中国市场的投资者 他们的预期已经很高了 他们的预期什么呢 就起步价2万亿 你看彭博社今天报道 他就再次提醒习主席 提醒财政部 中国的市场投资者大部分都认为 明天南方会宣布2万亿的刺激政策 那么如果南方明天不宣布2万亿的刺激政策 那你应该早一点对市场降温 那么为什么LT认为明天南方宣布2万亿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呢 因为这个2万亿 他必须得人大决定 人大常委会是10月21日才召开会议 那么在那次会议上 财政部会向人大提出建议 那么人大经过表决 他才会确定有没有特别国债 是不是2万亿 你看理论上来分析 假如人大没有批准的事 财政部假如明天宣布了 那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尽管人大是橡皮图章 人大还没有批准 财政部已经宣布了 那万一人大不批准呢 所以中共这种假民主 他这个系 这是他的立国基础 政治基础 他不敢公开识破的 所以LT认为财政部 他可能性比较大的是 把今年已有的各类债券 各类资金加快下发 把明年的他会提前挪用 但是目前人大没有批准的 明年的一些新增的长期国债计划 他不敢宣布的 所以你明知道这个市场情绪 认为你会宣布2万亿 实际上你又没有这个能力宣布2万亿 你应该早点向市场交代 但人家不交代 人家就你们都在说 你看这个彭博士他调查 多数投资者认为 南方会宣布2万亿 所以LT认为 南方明天这个记者会 给市场带来的信息 要非常谨慎 LT感觉不乐观 第二个提示大家呢 也是LT的非常浅薄的 这个观点 你看中共他很奇特的 他在财政部的记者会 还没有开的时候呢 今天又预告 还有一个大好消息 什么大好消息呢 周一发改委啊 二次登场 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好消息 那个发改委第一场搞砸了 8号的新发布会发布 发改委搞砸了 把习主义牛式的腿给打缺了 人家今天要预报 发改委啊 周一还会又来搞一次 这次会满足你们 那么这次发改委会带来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民营企业法 这是不是好消息呢 LT认为啊 这个又是作茧致富 这又是顾动玄虚 你大家你看理解一下 LT认为这个民营企业促进法 这个本身是歧视民营企业法 你为什么不弄一个国有企业促进法呢 你用市场竞争 按中共的理论上来讲 公平竞争 那公平竞争 为什么单独弄一个民营企业促进法呢 你不是自己人吗 那自己人那怎么不一样的待遇呢 所以你要强调有些企业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的政治意义上 就是二等公民 你要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 就是依法就好了 就民营企业不希望有特殊待遇 你就按你中共的法律 一视同仁就好了 能做的这一点 就是保护民营企业 包括现在银行的贷款 国有银行贷款 为了避免政治风险 国有企业闭着眼睛带 民营企业得拿放大金 那么这个就不是依法 所以LT认为 中共召集经济不好 担忧民营经济呢 不增加投资 要改善民营经济的这个 未来的预期 情绪 那么习主席亲自拍胸脯 哎呀你们都是自己人 那你怎么不说 国有企业是你自己人呢 你真正的自己人 会说自己人吗 所以你说这个自己人 实际上就是 把民营企业打入令策 这个方开尾 又作为一个大消息 好消息 刺激经济消息 弄一个民营企业的 这个促进法 那这又是把民营企业 从法律上给你打入令策 LT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消极的事 你包括过去两年 就习主席要收手 打压民营企业 所谓的监管风暴之后 各地的所谓的法院 检察院说 能不抓的就不抓 好像要放民营企业一马 但是事实上 你看今年以来 各个地方政府因为缺钱 变着法去整治民营企业 你看大家不是流传的 那个热门视频 某地的一个市场监管官员说 我搞好一个企业 我搞不好的 我要搞垮一个企业 分分钟 你看不出现了一些 倒查税收30年 你看倒查 一个国有企业没有 一个都没有 倒查税收的全部是民营企业 所以说你看 用发改委周一 把筹划几个月的 所谓的民营经济促进会 来作为刺激政策 作为周一的这个大消息发布 你能体现出来 习主席啊 这个刺激政策啊 开始出水了 这也给啊 对这次的牛市 或者风牛期望值很高的网友 可能要泼了一盆冷水 就发改委的二次新闻发布会 他不会给目前困境中的经济带来任何提振 你要冷静来想 他反而是一种歧视 所以RT认为对习主席的财政刺激措施呢 还是保持一种期待 期望 但是对财政部的这一次记者会的信息 会给出现疑惑的牛市带来什么提振 这个大家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当然如果能够带来颇天的政策 真的能够宣布两万亿 大家能够从股市挣钱 这当然是好事 当然值得欢迎 但是无数事实 教育啊 中国股民 中国网民 中国问题的观察者 就任何时候 要对习主席中共的执政能力啊 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你一高看他们 你就会掉到坑里 你一高看他们 你就会被他们牢牢的套住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